HELL 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ELL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伊索比亞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我們來看一下藍方選的是波蘭 波蘭人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大魔法 可以在旁邊撒農田的時候 農田一完成可以立即做成8%的食物 大概就是他的大肉碼 只有精冠技術 有這個踐踏效果 這個能力跟拜登廷的擴散踐踏效果是一樣的 波蘭人除此之外 他是貴族特權 這個騎士非常便宜 只要30黃金 銀罐金罐對波蘭人來說都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他的馬有點缺陷 就是沒有三級防 但是一樣有跑速跟耕種技術 所以是稍微有點可惜 因為他的金罐跟銀罐都是跟馬舊單位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就是有可能有點NRF平和一下 波蘭的騎士會太強 波蘭他是沒有遊俠 所以打到後期 可能要以這個大肉碼為左 然後以這個強弩為輔之類的 因為他是可以打工兵 步兵 騎兵 都是可以打的一個文明 所以本身波蘭人的一個策略來說是比較多元化的 不會太差 好 NBL這邊有點 有點醜 這個鴕鳥有點遠 正常來說不應該把這個鴕鳥吃在外面的 那這樣子還要走過去放肉 就有一段路的路程 就會減少這個肉的採集時間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對方的文明 那伊索比亞的話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這個弓兵速度是射得最快的 這個速度是讓他玩這個僑弩兵 可以超級連發 一直射一直爽的那種 那伊索比亞出的之外 打WU顯是蠻強的 還有這個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的話還有可以點一下銀罐 這個皇族血賣 對付對方騎士的話還可以點3滴血 那自身駱駝也是可以 但他駱駝有個缺隙 沒有三防跟平走 所以駱駝打起來還是有點綁手綁腳 並不是那麼強勢 但是到了一些特殊情況的時候 這個駱駝我覺得還是該出手還是要出 他如果就算不出駱駝的話 也可以出這個長槍兵 長槍兵也是免費升級的 但是沒有免費升級兵 稍微有點可惜了一點 那伊索比亞的話經濟來說也不會說太差 因為生時代的時候也會給100肉 所以到了中期 這個補正一些經濟 讓他也不會說非常差 但是到了後期 伊索比亞還是會蠻慘的 就是這個經濟來說還是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有三級法末 所以有點算是補正他後期經濟不好的一個缺點 那我覺得伊索比亞這個文明 算是單挑團戰 都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勝率也都不差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地圖好了 那地圖部分呢 伊索比亞的驚慌在前面 是比較難受一點 而且這裡就是高地 對MBL是非常優勢的一個地形 那果子的部分呢 看起來是在上方 那上方這個位置的話 不會說太差也不會說太好 因為這個位置你要圍起來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被對方攻兵給鬧到 那後方就稍微圍一下 圍到底 那左邊這邊也是 這裡就直接圍到墓區 這邊連防一下 或是直接這裡拉一條線 就完事了 這邊再用這個TC連防一下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死 都可以 但整體圍起來的範圍還是有點偏大 所以可能經濟來說會不太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MBL的地圖 MBL的地圖的話 模仿在後方 算是有點偏後方 因為這個是正面 在草地的方向是正面 然後這個在後方 對波蘭來說是件好事情 因為波蘭最需要的地方 就是這個大莊園 有安全地方可以讓他撒農體 這樣才可以打出一些經濟優勢出來 那我覺得這張地圖對MBL來說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有80分 因為你看這邊只要稍微圍一下 就可以TC連防這個地形之外 下方再圍一下 後方的地方也只要稍微圍圍圍 這個好像圍大一點 那你只要圍過來就好 如果是要圍上去直接圍完的話 就需要耗費比較多能力 他本來應該稍微這樣子圍 而且金礦在後方對他來說是非常好的 那好處是他也有三片木頭 這三片木頭都不會離太遠 而且厚度也差不多 而且後面還有一坨木頭跟石頭 所以整體而言MBL的地體 是比對手還要好 大概至少80分 那Isobia這邊可能只有幾個的60分而已 主要是這個金正太慘 我不覺得這個Isobia在前期或中期會拿到什麼優勢 因為主要是地形太爛的關係 而且Isobia打工兵路線也很容易被破案人Counter 原來破爛人也有三級射也有拇指環 雖然打工兵路線 單筆來說一定是比不上Isobia 但破爛人有這個強大的騎士環 這個重裝騎士 OK這邊收掉對方的肉馬 恩...其實有點微妙啦 如果...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覺得破爛人打Isobia有時候會很難打原 是因為自己沒有出戰毛病 那如果只單靠肉馬跟重裝騎士 還是有時候會被Isobia給秀 因為Isobia很常會打這個重裝長槍兵 加上弓兵的組合 那我覺得打起來並不是這麼舒服 那我覺得破爛人打Isobia的話 還是要搭配一些重裝騎士配大肉馬的金冠 再配一些戰毛兵在後面的偷射 然後再加個火炮 可能就差不多了 但火炮對射的情況下 Isobia是有優勢的 因為他有這個強力的扭力彈射器 所以本身後期的話也是不遜色破爛的 但他能counter的...破爛人counter的一個點 就是他的這個肉量比較多 戰毛兵可以出的比較多 可以針對對方的長槍兵跟弓兵 是有這個支援上的優勢的 我覺得我還是要講清楚 因為有人說 因為每次我講counter這件事情 有些人會搞不清楚我在講什麼counter 所以我還是會 最近還是會把一些細節講好講滿 常常被大家會說意 有點痛苦 要事後解釋我也覺得蠻困擾的 那長槍兵這邊出了一隻 工兵這裡按一隻 當然有挖金 那應該就是出工兵路線 但剛剛有說喔 如果這邊是打工兵路線的話 其實對伊索比亞是有優勢的 但還好伊索比亞這邊是打肉馬開局 那這也算是比較正常的打法 就是現在的META 不管你是工兵國還是騎兵國 光達還是會打一個工兵... 呃...這個騎士開局 欸不是騎士啊 赤猴開局 那MBL這邊反而是... 有一個工兵開局 那我之前在很早的影片我就講到 我玩波蘭的打法 就是玩工兵開 可能MBL也感覺到 其實波蘭人不太適合刺猴開局 明明他是慘肉大國 但是卻不適合用刺猴開局 這件事情他可能也有感覺到 我自己玩起來感覺也覺得 波蘭算是個馬國 但是實際上他封建時代打刺猴 是很容易打輸對手的 而且沒有太大的優勢 優勢就是這個大莊園 但是如果你出工兵的話 會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因為通常 對手看到波蘭也會下意識的覺得 喔對方已經出刺猴 但如果你打工兵的話 通常可以把對手打個措手不及 這邊直接長槍兵 配兩隻工兵 可以射死一村應該沒問題 OK收掉 這邊工兵再稍微拉打一下 單刺猴過來解 應該是能解掉 直接上完硬尻 刺猴想要上高地 長槍兵第一時間輸出 打刺猴 刺猴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裡回頭再直接戳11隻 倒可以戳掉兩隻嘛 進兵不虧 畢所畢啊 這邊刺猴只剩下1隻了 採訪兵這邊再繼續走 喔這邊還卡了一下位 讓對方的採訪地沒有辦法蓋好 這邊回頭一盪 OK應該能收到長槍兵 這邊再派人一攻一槍 可以繼續給對手極大的壓力 這邊打不進去的話 可能會把一隻工兵派來這裡 做一下殺龍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這裡有伐木場 但這邊想要直接打穿一個洞 所以這邊先敲著木牆 然後後方這邊如果要再繼續弄的話 有點堵啊 這邊如果想要下個射箭場 稍微按下毛病 但這個肉量已經快要可以上到城堡斯袋了 雞手比亞這邊可以考慮偷一下 好 結果你在正前方就下這個射箭場 好 我們還是要該下一下 不然這個打進來還是有點麻煩 這個單靠刺猴是沒辦法 一定要靠這個毛病喔 手下比較好 好 工兵稍微阻止一下對手的刺猴燒了 好 長長兵這邊繼續打 但是對方金就圍了起來 OK 那你這個足地戰法還不錯 直接把這裡圍死喔 他這樣要攻擊的話要再打一次木牆 需要耗費非常多時間 但這邊一手比亞 時間場還 跑的時候也沒有直接按 因為他要先點城堡斯袋 好 先補一隻工兵 待會再按下毛病 或是直接毛病也不按 直接狂按工兵 然後一直按 然後到了城堡斯袋 直接升弩兵 然後一擊絕境點下 雙射箭場 OK 完美 這個流程就很OK了 好 在MBL現在打不進去的關係喔 可能還要撤退一下 或是打B的地方會比較好 因為正面是人家出兵點 好 補兩個射箭場 一擊射一點下 好 這邊能打進去嗎 看起來一手比亞人 這邊可以是有機會 守住的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 太大壓力 一手比亞準備升到城堡斯袋 第一件事情應該是會先點 弩兵升級或是二級射 二選一 這邊先補一個城堡中心 哇 這個直接補一個大碗 OK 二級射 然後弩兵都補向 那這邊二級末 不要稍微考慮 不要點 好 這邊直接走出去 跟對方對射 直接打個變身 timing OK 先優先把對方的弩兵射掉 剩下長弩兵的話 就沒什麼壓力了 OK 升級完直接跟對方站A 收光了對方的所有單位 不然呢 這邊是點下了二級農 二級木 然後輪走技術 哇靠 不然覺得MBL像 像viper一樣啦 好 那稍微補充一下資訊 大莊園的話 是可以提供五個人的房子 所以他在木頭需求量上來說 是多一點點 是125木 一個大莊園 非常貴 而且如果優先點二級農的話 這個農田立即收成效果 會再更好一點 MBL這邊用少量的弓兵跟對方對射 兩邊都沒有彈到血 都是很歪 波蘭人這邊是有按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這應該是修道院 OK 那這個打法就是比較正常的 奴兵頭車修道院 修道院的話是要來出生旅 撿生物跟著想對方騎士 那你看這邊騎士一手標有按一字 要來拆工程器 或是來直接打這個騎士 會的時間都可以 這邊看到投資車過來 直接補了一個BK 應該待會也要按一下 OK 投資車過來 砸一發沒砸到 但工兵的數量應該是 沒辦法即時收掉這隻騎士的 尷尬了 騎士應該可以收掉 但是投資車也被換掉 當然出一隻騎士換就很賺了 OK 伊索比亞這邊有攻速優勢 直接... 換光了 這邊打數的關係 MBL只能先行撤退 這裡不能硬打 這裡可以先稍微去找個遺跡 來撿一下 生物趕快撿一撿 好 那伊索比亞補下3TC 哇 弄得非常迅速 好 騎士這時候才開下隻TC 你們看這邊肉量 真的很誇張 盆肉出來了 800多肉 那現在有二級農的關係 所以其實可以直接顧慮 不用顧慮這個木材 直接灑下去也可以 但我覺得這邊應該是要先開TC 因為現在肉有點爆了 這個玩破爛常常需要調整經濟一下 很容易就暴落出來 1000肉都可以點帝王了 好 這邊直接出來一台衝車 想要來解外面的工程器製造所跟修道院 好 這邊有可能會直接打進去喔 走車能不能砸到呢 對手 嗚呦 極限走位 要是沒動的話可能會死個幾隻 勝率暗了第二隻 但這個勝率不能出來 一出來就會被射死 好 這幾隻村民可能是要出來蓋TC的喔 想要蓋這個位置 挖石頭 你還真的蓋這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其實 我就是覺得有點危險 現在沒有軍事的情況下還要硬打 其實風險很大 好 這邊勝率稍微走位 然後再繼續招翔 這個有機會招到 哇 果然直接招走了 哇 MBL突然打回去 傻眼 果然還以為他會打輸 這一隻勝率出來喔 戰況馬上改變了 對方騎士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能撤退喔 但是結果又回頭打一下 結果被招走了 戰力直接被平衡 好 再來頭死車 緊追著衝車不放 放過他一條深路吧 頭車 死的好慘啊 直接被砸爛 好 那上方這個位置還是有點危險 劈手BR這邊再嘗試繼續進攻 破爛這邊打算去再蓋個BK 再來防守一下 好 那破爛人還有個特點 就是挖石頭的時候也會產出一點黃金喔 應該黃金會慢慢跳起來 所以破爛人挖石頭 並不會傷到太多經濟喔 反正可以多加點石頭 插多插一點金塔來防守 這個大裝潛的部分 這邊大裝潛真的蠻難守的 MBL這邊調整經濟 調整有點過頭了 挖黃金的人有點太多 摩托有點缺喔 這個大裝潛都荒廢了 農田荒廢中 大會可能會斷肉 欸 幹 這裡有洞 哈哈哈哈哈哈 走進來啦 哎呀 這個 直接被弄到懷疑人生 熟存熟到爽 好 這邊再補個TC 哇TC補這麼多 但是沒有肉囉 待會這裡肉會很慘 欸 你要靠一下市集買賣喔 要補市集嗎 新工廠 沒有市集 好 找到一發 但後方有僧侶在 後方守護著 這個投石車 騎士過來也不怕 好 補下彈道靴 正面部隊 想要繼續往前給壓力 好 沒有全部往回救 哇 這邊可能要被射死一兩村喔 但彈道靴沒有點應該還好 欸呦 即時收村 沒事 好 勝率再往前一下 貨車繼續來 補一個市集 好 本來是要買一下肉 不是木頭喔 補一下經濟比較好 那NBL可以直接在前線 考慮插一根城堡 插這個位置會蠻爽的 因為這個位置插住 對方主金就不能挖了 直接控金 或是直接插這個位置也可以 插這個位置的好處是 直接控兩坨金 這裡的攝影場跟PK不能蓋 但這個風險有點太高 好 這邊直接招掉 好 那自敵騎士 但是投石車倒了 沒有辦法解決這坨奴兵 其實還是蠻困擾的 好 在這邊蓋了一棟城堡 哇 這個位置蓋得非常保守 只是為了蓋高地的關係喔 所以才蓋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比較微妙的地方 是射不到對方任何建築物喔 這個房景應該是適合到 可以拿來開口用的 但沒辦法碰到對方的金 稍微有點可惜一點點 好 這時候 一手必然金點一下地龍世代 那波蘭這邊還沒有點 那這邊由於開4TC再濃的關係喔 所以上地龍世代本來就會晚一點點 這邊閘沒有預判成功 分明出來秀一下投石車 這坨公兵很煩啊 一直弄 好 再補下一個城堡 待會上地龍世代就要來拆外面的 去城堡 那一手必然應該是以為MBL已經點帝王 除之他離帝王世代還有一段距離 但沒有關係喔 波蘭這邊只要木頭夠多 隨時都可以突然變成帝王世代 因為他有這個特性喔 大裝備旁邊撒農田 直接拿肉還不用慢慢採 每收成一片田肉就一直往上跳 對 波蘭這個特殊能力喔 讓他突然跳地王的效果是非常好 好 終於做到事情但老頭也倒了 這邊一樣先把這個大裝備蓋好 然後再繼續撒農條 好 那這邊黃金 好 再稍微挖一下 上台頭子車去找工兵的一個路線 好 收量準備要來到一千 但對方也要上到帝王世代了 哇 這邊買賣了一下 OK 上帝王世代 這邊沒有碰 碰好的關係 只遠地開打 這邊想要貼近 縮小這個投石器的範圍 嗚呦 這邊直接踢地板 砸死了全部的工兵 這個投車打得不錯 接下來這邊有更多奴兵走路過來 其實我必要打一個非常單純的路線 強奴三級射 工兵防禦 待會花雪要補一下 我推車也補了 基本上經濟空的還不錯 並沒有讓自己經濟太慘 好 後來在家裡自己補下一棟城堡 要來防守一下家裡經濟內的一個狀況 因為這邊對方強奴走進來 沒有城堡真的是會很難受 直接打爛 強奴再射一把他倒掉 兩台投車能預判嗎 沒有預判到 看來投車也要倒兩台了 對方攻擊的射速很快 逼真逼得很漂亮 哇 投車的子彈全部閃掉 那去遇到城堡你能扛得住嗎 遇到城堡也要硬扛走進來 太狠了吧 偶遠也要硬扛 哇 看 這樣超微碰到一下就死了三隻牆了 好 點下帝王之後 波蘭人 要來補一下村民 好 城堡這邊爭取一下時間 好 那MBL這邊經濟有點失調 肉應該不應該這麼少 他這邊臭命只有19人在種田 哇 強奴很難解 這個時期的強奴他真的沒辦法 一箭一隻 他那個射速多快 OK 再補下母子環化學 比索比亞最強的工兵準備誕生了 但剛剛破爛弩給我們剛講到的 就是肉類真的很多 一直按戰毛病的話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還有三級射化學 什麼都有 化學是每個國家都有 OK 但目前戰毛病沒有三房 所以打起來還是會有點痛 所以對方強奴打的時候 這邊 強奴做了很多事情 到處射村民 男女村民都被射爛 好 鋪了一個彈道學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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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走了進來啦 這塊基因跟大中原可能要出事啦 MBL現在是完全防守 一手錶這邊有慢慢轉出自己其他兵種 防守兵也補下了 城堡順利拆除 但這裡好像沒有空好 居然走到了對方剛剛城堡的位置 好 但其實這裡也沒城堡 軍銀頭是以前撤退 那弓兵就可以直接往前走了 這邊大量伐木工 跟挖石頭的村民應該可以處理一下 那這邊也在控這坨弓兵 到處在控弓兵的關係 所以沒有把自己的兵力也控得這麼好 好 再下面擴張出去 會補下更多軍銀 那這邊是要來防止MBL爆滿 但數字MBL這裡沒有爆 馬的鎧甲跟攻擊都沒有點下 反而是優先點下這個化學 跟增兵技術 這就是我們開頭講的MBL 打對方這個組合 長康兵配強弩的打法 只要出戰毛病的話 就可以一次康特兩個兵種 而且自己漏夠多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他大動力的農田真的是有點少 所以本來應該大動力的農田樹 應該是要再更多一點 至少要30片田 他這邊連30片田都不到 最多可能是因為這個大動力 都撒在前方 跟其他奇怪的位置 家裡的大動力反而的 農田樹並沒有這麼多 這邊是巨頭要硬插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怕雪中逃了 OK 戰毛兵守得蠻漂亮的 這邊強弩跟長江兵全部送光 不然也是 打一個非常穩的 直接變成戰毛怪 跟你打 雲之源 轉火炮 然後拆巨頭 然後待會肉夠多 再轉杜莊騎士 然後再點金罐大落馬 完美 MBL的後期劇本寫好了 這個打法跟我打得有點像 因為我本身打得到 公兵國家 瑪雅 或是 匈奴之類的 會出這種 馬攻阿 或是公兵國家的時候 都會出一堆戰毛 玩破爮的時候 對方上出戰毛就沒錯 對方還會傻傻的轉長江兵給你打 因為他都會防下破爮的 這個奇兵 貴族特選 所以只要出戰毛兵 就可以Counter到對方這個搭配組了 通常對方也會出席士 那如果就認出奇數 就用這個森林招一下 或是直接躲到城堡底下防守 那破爮人對抗馬的話 是比較弱一點的 畢竟是沒有駱駝 而且只有重裝長槍兵 打起來對抗馬的效果 其實沒這麼好 好 這邊直接收光 4台巨頭 這棟城堡居然守下來了 MBL 難道可以用破爮逆轉嗎 機首BR這邊顯得有點尷尬 這個戰毛怪有點難打得過去 要不然一定要轉這個 扭力彈射器 一手BR金罐 出這個投石車啊 會火炮 那對方的火炮跟這一坨戰毛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上方這邊的城堡蓋好 這個T是應該要被射爆 這時候波蘭已經轉出了馬鎧甲的科技了 帶你的大宗農田 可能要再稍微灑一下 趕快灑好灑滿 不然這個漏量還是太少 好 正面 伊索比亞城堡 開始被火炮砸 這邊轉出了疾兵跟護衛技術 沒想到突然轉出了更多的 防馬科技 但是現在一匹馬都沒有看到 情話上卻優先升這個 好 火炮砸一下 嗚 還好沒有射不中 好 伊索比亞這邊也慢慢轉出了戰毛怪升級 防禦擊兵 等好了 所以要來打彎道勇士嗎 好 彎道勇士直接發入了MBL的家裡城鎮中心 彎道勇士的話血量45滴血 攻擊力基本上就有16攻 非常強大 但是他沒血沒防禦 如果守得還不錯的話 基本上彎道勇士也很快就爆開了 剛砍村民是真的快 三刀砍死一隻 好 正面城堡垮了 三毛加上火炮 直接無情輸出 那邊的樓應該也看到家裡一直被打 這裡轉出了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 打對手的彎道勇士是很好用的 攻擊力夠高 但我們剛剛有講到 伊索比亞這個皇 皇族血脈這個科技 可以抵抗騎士的傷害 這個彎道勇士做了太多事 砍了非常多村民 地上都是村民的屍體 開始追 開始追 好 軍隊頭11這邊要偷偷拆進去 可能有可能 伊索比亞會把所有的 彎道勇士往這邊擠一擠 直接殺進去 只要能把波蘭的農田 大肆的破壞 基本上 波蘭就會死傷慘重 好 這邊控兵控的不錯 MBL拿到了火炮的優勢 直接換了兩胎 一換二 不虧不虧 好 先現在補下更多的馬舊 村民也是有在補 但經濟還是有點慘 好 騎士直接上前開砍 那伊索比亞這邊 村民術已經接近200人口 有點卡存 村民術143 戰力集滿 但科技線來說 他還是要趕快點出這個 他的金罐才行 好 到處都有這個彎道勇士跑來跑去 MBL其實有點手到有點麻 有點煩啊 一直要到處煩 好 不然二攻也要點下 三攻一好 重裝騎士就完全體了 好 這邊來補下了一個金瑞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打騎士其實沒那麼好用 但是不出彎道勇士的話 對方戰毛也是不好解 而且還要解這個火炮也是很難打 伊索比亞這邊出彎道勇士 真的是被逼的 要出彎道勇士 不然其實他還是可以出駱駝 但我覺得彎道勇士可能放用性更高一點 好 這邊騎士直接騎得進來 直接不管你家裡有沒有疾病 這邊還是要打嗎 這邊覺得要退一下比較好 然後搭配一下戰毛輸出 OK 火炮先直接開拆TC 好 這邊山溝還沒好直接開打 但是發現不太對 這時候打可能會送一堆馬 雖然騎士很便宜 一直只要30塊 但也不能這樣送 好 回頭就留下自家的火炮 好 送了更多的馬過來 來這邊再繼續給壓力 看這邊彎道勇士被砍還是很痛啊 很快就被砍死一隻彎道 戰毛兵有點走過頭 突然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走到人家TC一下 下方這邊也是繼續打多線 終於收到這個狙擊頭使劍 這個彎道勇士的出兵點很尷尬 一直都是經過對手的 兵力集結點 有點在送兵的感覺 但是兵出來就被打 出來就被打 開始下水餃了 好 這時候補下馬卡 難道是要轉駱駝嗎 好 騎士直接往後追 突然這大半原地開打 發現自己被擊兵包住跑不掉了 原地放棄治療 送一波騎士 地上滿滿都是重中騎士的屍體 MBL這一波兵送的有點誇張 難道這個就是MBL打後期 會容易輸的魔咒原因之一嗎 好 重中騎士數量一邊少 好 對方就有機可證 開始反推 哇 重中騎士數量不夠多 看來這台狙擊頭使用要送掉了 好 那MBL突然反打下放城堡 這座城堡應該也是可以收拾得掉 三巨頭一定沒問題 好 左邊彎道總是繼續往左派 但這邊想要打一個多線 但這邊已經快要打不停的情況下 再打多線 我覺得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多線的兵就是不能這麼多 那我覺得伊索比亞這邊兵量 其實分配的還滿好的 其實他打的也不差耶 這個伊索比亞 可是這個正面來說 伊索比亞沒有火炮 有力彈射器 打起來是 有點綁手綁腳 就沒有那麼有侵略性 就是手術是滿極限的 但是要進攻的話 沒有太大優勢 好 破蘭這邊點一下破蘭一騎兵 大洛瑪準備升級 看來要來打金冠 這個践踏洛瑪 畢竟阿拉伯的黃金是有限的 黃金兩邊庫存了 其實都快到了極限了 要提早做一下規劃 好 這邊直接8馬就準備要來爆馬了 好 金冠殿下 烈克極克遺產 來了來了 很久沒有看到破蘭大洛瑪的神位了 破蘭的洛瑪應該是最強洛瑪了吧 洛瑪護砍的情況下 好像是破蘭最強的樣子 好 儘管升級好 破蘭一騎兵 繼續產出 破蘭一騎兵直接出竅 還是不是往上追嗎 不是我想要去打這些 弓兵喔 因為破蘭的騎士 打弓兵是有外傷害的 是請起兵啊 不好意思 波斯才是騎士 OK 直接上來硬拷 哇 這個践踏效果其實還不錯 打這個級兵喔 這個血量還是掉蠻快的 OK 這邊直接 伊索比亞虧不成軍 大量的馬子驗了過來 現在破蘭人有61片田 要補上更多肉馬不是太大問題 好 接下來破蘭人 就只要瘋狂爆肉馬 就可以驗死對手了 不需要出任何單位了 落馬無雙 就是這麼的簡單 這個益姿 可以踩過去讓對方 對方受到AOE傷害 直接扣一堆血 超噁 好 其實伊索比亞現在出再多級兵喔 也是於事無補 現在是破蘭最強的時期 落馬到處竄 騎兵過欄 雖然還是打得贏破蘭一騎兵 但長期一換下來 還是會換到有點頭破血流的 雖然還是打得贏 但就是你會付出還是蠻多的 兵力喔跟資源 還有村民喔 去防守 因為人家落馬機動性就是好 而且打村民也有践踏效果 砍村民速度也是超快的 你看 死就倒了一村 這個血量本來是不會死的喔 如果一般落馬來打的話 但是讓破蘭的落馬來打 就可以很順利的收掉殘血的村民 好 左邊巨頭 三台巨頭也要開拆 還要把這邊伊索比亞的農田的根據地 要連根拔起來 只要讓伊索比亞斷肉 基本上MPL就勝券在握了 好 這邊看到城堡移爆 古之一騎兵直接開始來屠農 你看這屠農速度 很快很快 很兇很兇 好 回到這邊 這邊目前伊索比亞還是有大量的疾病 但MPL的戰毛病依舊沒有停喔 而且後方還有火炮 但這邊這個就應該是最後一戰了 這個最後一戰能夠突圍成功吧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這邊有搭配以前觀察我士氣 效果還不錯 正面大羅馬其實有點少 所以已經倒光了 後方的話也沒有城堡可以防守 這一波進攻伊索比亞 可能會打出一些優勢來 但是這也是他最後一波 因為他的皇帝已經見底 這一波要是沒有再度打贏 把對方打殘的話 基本上伊索比亞也是要打出GG了 因為待會打垃圾兵大戰 伊索比亞的優勢 是沒有太大的 反而是會有點被動的 這邊衝車撞得還不錯 直接撞爛了很多建築物 直接打一個雙線推阿 紙比亞繼續出來 紙比亞繼續出來 但羅馬這邊還是圖到非常多的村民 比亞這邊經濟直接見底 黃金也沒有了 忽然人 MBL還有一千多黃金 而且三生物還在忽然家 只要生物沒被拖走的話 還是有機會 好 那這邊直接打出了GG 好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 沒錯 伊索比亞的經濟是 真的是後期比較差一點點 那後期這個波蘭的漏量 有4萬 但我覺得還是有點偏少 不知道為什麼 這有可能是因為 伊索比亞這邊是打 打這個步兵線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農田也是蠻多的 也不是不差那種 那蠻意外的是他的經濟 跟波蘭居然快追上了 感覺這次波蘭的8% 但立即收成有平衡到的感覺 雖然還是優勢蠻大的 那這邊肉量 跟黃金都是一樣 石頭也是 木頭的話大概輸3000 那遺跡的部分 是拿到三個聖物 還算是不錯 那感覺 這個伊索比亞有個弱點 就是他沒有點下三級木 如果點下三級木的話 木頭可以再 我拔木工的人數 可以再配少一點 再去轉出更多的肉 或是 或是華礦的村民啊 之類的 這也算是細節 後期的細節就是 有三級農的話 或三級木的話 改點的還是要點下會比較好 尤其是你有充裕的經濟的時候 去點下 會讓你的後期的經濟 再轉得更順暢一點 那我覺得伊索比亞 打波蘭有個重點 就是經濟不能打到大後期 一定要在帝王時代初期或中期 打死對手 那波蘭如果後期沒有黃劍的情況下 一直出這個波蘭的一騎兵 阿洛瑪跟對方換的話 通常是沒什麼太大勝算的 那我覺得波蘭最弱時期 就是城堡時代的初期 那到中期跟地初這段時間 波蘭是可以考慮出 這個貴族特權騎士擋住的 所以伊索比亞最佳時間點 應該是城出 跟是地中 地王時代中期的時間點 是最容易打贏波蘭的時候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